最底层的 您这谦虚了老大哥 不谦虚 我们是老百姓 像我们这些年龄 原来我们是上上下下的 自清 自清是个苦的 是的 对吧 很苦的 回来以后接了风 生了小孩 无养小孩 读大学 但是还没成家 培养一个小孩不容易的 但你们小孩培养成大学生了 大学生 一年的费用多少 100万左右 怎么这么贵呢 上海的生活条件 物件 你要培养他 给他吃 贵吧 是的 当时我们工资也很少 普通工人 普通工人 17块8毛4 到30块6 是的 一步一步上去 好了 等到我退休的时候 1000多一点 你哪一年退休的 16年 16年退休 我工作 工作到上海 79年参加工作的 我出去的时候 是 70年 70年 出去了 一生当中就是培养一个老子 就是这样平平淡淡淡淡的 也挺伟大了 其实 什么伟大呢 上海都是这样的呀 能把一家人的日子过得很好 小孩培养成才 小孩培养我家的生活教育也不宽裕 不宽一点 因为是普通工人 普通工人都是靠工资的 起工资啊 我退休的时候工资多少 4,900 现在能加到多少呢 现在就6,000 那还不错啊 还不错啊 按照现在的生活条件是最低的了 6,000块最低的 上海消费高的 上海消费高 生活成本高 那你小孩买房的时候 你也付出了不少 小孩啊 哎呀 全是靠冻钱呀 冻钱呢 我们公里有什么 就一点死工资呀 能占多少 靠国家冻钱 房子冻钱了以后 买了一套房子 不容易的 那你退休以后的生活主要做什么呢 退休以后没有什么事 到你身体 要想到自己老身体好一点 就是这个条件 就是这个要求的 没有什么要求的 那您对未来的老年生活有个计划吗 有什么计划呢 没什么计划 只要身体好 不生病就可以了 比如说啊 未来去养老院您能接受吗 养老院不接受 还是自己独立生活 和爱人一起 因为现在这个养老院 不是怎么好 我对养老院有看法的 你身边的朋友啊 亲戚有去养老院的 没有 一个都没有 那为什么有看法呢 看法多了 原因多了呀 总的来说您觉得您老年生活是要独立 要指望自己 是这个意思 嗯 靠自己的 靠自己 你没有想着把老年生活集合在小孩身上 没有 对于小孩对您来说您存付出 付出呀 对付出呀 没有想过要什么回报 要什么回报呢 现在一个多生子女 我们是一个多生子女 是的 对吧 如果今后他要结婚成家 他要负担是个老人 他负担人起吧 压力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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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资压力 然后还有人是个老了 你想想看 是的 也很苦的 像我们自己的 从头到尾都是苦 没有幸福感的 你现在退休了 这个生活还可以啊 行啊 妈妈夫妇吧 哈哈 好点死工资呀 退休工资呀 对于生活还是挺开心的 目前 目前啊 你说怎么高兴 开心不起来呀 为什么开心不起来呀 你小孩你也培养成才了 房子也有了 接下来就是 您和您爱人的过日子了呀 是啊 那时候也难过呀 我家账呀 我家账 再账呀 开销都起不了 你开心不起来 你指的是物价比较高是吧 国家比较好 不能消消费不能消费呀 国家不是要鼓励你们老百姓 要鼓励消费吗 是的 怎么消费法 抗病很贵 像我们上海这 一个月的 社保卡的 钱啊 一个月只140 一年1680 可以报销这些钱 这个低不低啊 全国那时候上海最低的 几个简单的例子啊 看一个感冒要500块钱 那高了点 你说高不高呢 高 为什么呢 只要你自己能体会就可以了 是的 一个是医疗方面 你有顾虑 第二个呢 是物价方面 物价 没有错 一些经典